易云高大师 莫山鸡讯即泛动奇观三星石等超越自然美景的雕刻作品之后 特级国际艺术大师易云高 十月中旬在美国再度完成另一石破天津的雕刻艺术 物中石 创造了历史上雕刻名家的最高艺术成就 也超越了易大师本人所有雕作的艺术性 物中石外表是米黄色的鹅软石 远二尺高三尺长没有特别之处 然而望入洞中层雷叠叠 令人觉得此洞如有百米之窑 石洞内层次万千神奇变幻 有些地方被雾气所壮 雾气壮如薄沙 因运缭绕令人惊叹 造化油炭不如 据了解易云高大师本人对物中石这件作品相当满意 他本人给予这件作品的评价是 如果他所創作的《可哀玄垂万缕沙》 这件被众人赞叹是比自然天成还自然还美的作品是三十分 那么物中石的艺术成就就可说是一百分 可见易大师本人对这件新建的重视和满意了 云高大师所创作的中国画 早已是当今全世界在世画家最高价值的艺术 他的雕塑艺术境界更是当今世上唯一超越大自然天成造化境界的艺术极品 看到云高大师作品的艺术家说 易大师的艺景均超越历代名家创造出的精品艺术 给人类文化生活带来了美好的享受 但是大师刀下的艺术是前辈艺术家无法达到的高度 因为历史上艺术家的成就 无一能超越大自然天成艺术的能量和境界 云高大师的雕刻作品出世后 大自然的天然造化 丸石 溶洞 钟乳 磊癌内铺 天然造化的神奇石器 已经不能与大师刀下的艺术相比美 他的作品不但在自然度方面超越自然形成的艺术结构 更是在造型布局上远胜于自然山石的美妙 云高大师却是人类文化艺术上 唯一能超越自然的艺术巨匠 比如 可以来悬吹万缕沙 泛洞奇观 中天 罗汉洞等作品 远胜于自然的万古结成 尤其是神秘的雾中石 虽不到二尺高 但在灯光下千变万化 玄妙莫测 美不伸收之外 更为神奇的是 竟然在石洞峡谷中 天然形成仙气缭绕 白雾浮燃 实在是难以理解 易平家说 刀工能雕出石体 但怎能雕出气体呢 可是这却是眼睁睁的事实 肉眼清晰可见 他的刀工确实雕出了气体 其中虫楼垒虫 蝶杖 雾气生骨 活生生就在你的眼前 无法否认铁的事实 但科学又无法解释 只能说艺术境界高到了 神功造化圣天城 玄妙无比 非语论 可以说 云高大师是自然山石史上 唯一能超越大自然的工程 他为世界人类文化 在美国立下了光辉的篇章 被爆炸到